刚刚有朋友说 为什么呢 什么 因为它没有采用了这个主动的这个进气格闪嘛 因为像SUV它本身这个通风性就比较好 而且散热的话相比轿车做得更好一些啊 你像咱们有这个智能降组进气格闪的 像3系啊5系 它的这个中网开度都是没有咱们这台X3大的 对啊 刚刚有朋友说了 我的天翼都211匹了 是雪雪龙C5的那个天翼吗 像咱宝马啊 它说的184匹 当你实测啊 上到马力机去测试的话 它实际上轮上马力也是接近这个数字的 其他品牌一定是做不到的 i3怎么样有限车吗 没有限车可以接受一定 直到价格基础上 我们需要选择一些装饰啊 他生气了 他不敢啊 他不敢 乐你自己好歹不直播 你没关注我吧 他一天要是直播一天几个W的话呢 我现在就是直播间 我不是这个态度了 我做什么凳子我就跪着不额 i5 25最低配 这个有限车吗 这台就是 这台就是限车呀 看有没有别的颜色是吗 它还也有限车呀 神秘灰的话呢 在中配上是有限车的 这个的话呢 它有一个矿石白的外观 和滩黑的外观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是 就是咱就是 简单说 手慢无 家人们 手慢无 手慢了就没有了啊 就点点小风车把我家人的啊 把三头像好像俊男 我也觉得 我想把我讨论小孩 放在车顶的安全座椅上 不建议啊 这个你不太讲究 最好你非得放的话 你可以做个成年人 因为像X3的话呢 它有同级别 最大的这个全景天窗 不是天幕 是天窗 是可以打开的 如果这样的话 你成年人坐在上面 腿是可以搭了下去的 后面这台是什么配置的 这台是X325i 标配的 外观矿石白 那是火山红的 25i 裸车37 落地41 左右可以优惠啊 在广东可以去买吧 可以 全国可售 点小风车就行啊 家人们